陳毅如兼爽抱配音員 反嗆小豬 笑話很冷 陳毅如現在又多了一個身分 爽抱播音員 貴不見得最好 農曆新年燕窩 嘗試拜年伴手禮抽選 但新北市蕭寶冠 抽查十六件四壽燕窩 因為我的喉嚨很弱 很容易感冒或發炎 所以通常我在錄影的時候 一定會自備自己的熱水瓶 保溫杯 周董周杰倫 男生價四十億 四十個億 前天提前過三十三歲的生日 周董答來了 有本事拍我正面 本來之前很久以前有個機會 要就是當新普生家庭的 新普生的配音員 但是後來好像就是 又其他的工作 然後就變成沒配到 我去面試的時候 然後那個配音公司的就跟我說 你知道新普生Buds啊 他Buds他最喜歡一直笑 而且是臉笑 你可不可以笑笑看 然後那時候我記得他就是這樣 我也希望2012年 蘋果娛樂新聞的主持人 陳一如先生 他可以變得更好笑一點 他可以變得更好笑一點 這是我最大的慕望 不要這樣子嘛 好歹我今天看到你背部全裸 還露骨溝對不對 還不錯啊 好啦好啦 羅志祥OK的 我會越來越好笑的好不好 小豬跟我講過 你知道韓風 韓流以前就很早 很早以前就流行 他說你知道為什麼 我說為什麼 他說 因為 快轉 我決定愛你晚年 很久以前就流行 如果你覺得冷的話 羅志祥 這是你告訴我的 蘋果娛樂新聞 不如兩個來笑話比賽好了 報導